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手基本就是个中国乡村大世界 各类城乡人士龙翻粉末登场 社会摇的 各种奇葩生吃的 老铁666的 形成了快手的基本定位 这快手一切导向跟人走 你嫌恶心 那就恶心给你看 双击666巨型 一段时间狼叔听到双击666这个词总觉得胃力好难受 快手是包揽万物 鱼目混杂 也不发很多羊虫白雪的相对高端的视频内容 然而人民大众才是根本力量 那些猎奇的吃东西 尬舞之类的视频 近乎占据快手流量的半壁江山 从外星人称山 到成了了就可叹快手的风气一样 不管怎么说 这快手几经风波 一度成为短视频行业的龙头老大 然而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香葱大众称起了快手一片天 但同时也给快手的整体风格打上了苏虎的整体格调 我们都知道 这短板效应 这就是快手的短板呀 快手一度称霸天下 无人匹敌 直到抖音这个后生晚被横空出世 一度打破快手匹尼江湖的局面 几经较量就形成北快手南抖音的江湖局面 可以说是很形象的概括了两者的妙性 那么这快手抖音到底谁会成为短视频的一个呢 狼叔夜观天象 闷头一算 目前还真不好说呀 开个玩笑啊 我们说回抖音 抖音没有快手的直播功能 视频时间长度更加短 以视频结合音乐的方式制作各类短视频 用户可以发挥创业的去制作视频 用户主要以城市白领年轻人为主 视频制作从跳舞延伸到各类搞笑创业的情侣和家庭相关的内容 整体上这内容相比快手单一 但反而因为抖音自身条条框框的限制 抖音目前的内容和视频越发走上好的方向 并且所散发出来的社会能量居然呈正能量趋势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家庭成员 情侣啊 朋友啊 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相关内容 有的不仅搞笑 并且感人 并且在抖音用户中 还形成了断有这个非正规的民间组织 像滴滴滴之类的感应称号 最印象深刻的 还是狼鼠在抖音上看到的一个视频 视频说走丢孩子 只要看到贴内涵段子标志的车 就过去找车主 断有会带你回家 先不管可行度 至少抖音用户穷体所散发出来的气氛和宣扬的价值观 是温和并且向上的 这就不得不说 抖音团队在引导方面 的确是做了功夫的 近日抖音模仿视频小孩被摔的 狼鼠以为 这抖音虽有平台发布视频引导的责任 但作为当事人的爸爸 应该明确那样的动作是有危险性的 其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很多用户的模仿视频中 都是采取电电子等防护措施的 平台内容分析显然不现实 但可以更加明显的告知观众 视频内容模仿需要更加的谨慎 言归正传 相比快手视频形式的单一是抖音的短板 但由于利用得当 这个短板恰恰成为抖音的优势所在 所以就目前来看 狼鼠认为抖音前途可能大于快手 至于最终他们 谁能一同短视频行业的武林 我觉得无关紧要 哪一家更好玩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不涂涛 就在热源之夜暴躁狼鼠 关注不浪工作室的公众微信 看更多人生百态社会万象